Hello,大家好,我是林松,很高兴又在这个视频中和各位小伙伴见面了 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过去一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这个4月27号的早上 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这个韩国的总统文在寅 在这个板门店见面了 然后呢,这个新闻呢,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找到这个相关的很多报道 全世界瞩目的一条大新闻 但是呢,我这边想和各位分享一些在这个双方领导人见面的一些细节 反映出来的一些,怎么讲,就是说一些事情嘛 和我们之前的看法完全不一样 什么看法呢? 就是说,在这次会面之前呢 坦白讲,金正恩是很少很少在媒体面前来出现 或者是说露面的 就是说,我们对于金正恩的这些了解 可能都仅仅来源于他身边的一些人或是 或者一些捕风捉影的一些报道 但是,这个在双方领导人见面的当天呢,反映出很多细节 表现出很多的这个事件呢,都表明金正恩远远不像我们之前 报道里面揣测的,或者是说猜测的那样子 比如说他之前的这些形象在媒体当中可能是比较暴虐的 然后呢,比较威严的 然后还有就是比较凶狠 这个,或者是说比较威严的一个领导人的形象 或者说比较强硬的一个形象 但是呢,从这个双方领导人见面呢 我和大家分享几个细节 各位就知道,其实他可能也是比较温柔的一个人 比如说,各位可以在新闻当中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文在寅到达这个三八线附近的时候 站在这个三八线面前等待这个金正恩过来 然后呢,金正恩从这个和平之家 就朝方一侧的和这个板门阁下来的时候呢 走楼梯下来 然后呢,看到文在寅在三八线附近等他 然后呢,他这个走路的脚步非常快 有一点小跑的感觉 然后呢,冲向这个三八线附近 然后面带微笑的和这个文在寅手紧紧的握在一起 像是见一个老朋友一样 有一个非常期待的心情 然后呢,在这个文在寅和金正恩两个人把手握住之后 这个文在寅,就是根据这个当天的报道 新闻报道说,文在寅可能就对金正恩说了一些话 比如说可能很高兴啊 你能这个做出决定 然后呢,我们来双方的最高领导人来见面 就是表达,文在寅对他表达出一个佩服的一个情感吧 然后呢,还说了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你已经到这个南方来了 就是说你的这个人呢,已经跨越这个三八线到南方来了 那我作为文在寅,作为韩国的最高领寅人,我什么时候可以跨越这个三八线 然后呢,到北方去来访问一下呢 这个时候呢,金正恩的反应非常迅速 他就说,那你现在想过去吗 好,本来在这个双方预定的就是说 金正恩跨过三八线 在三八线的韩国的一侧和文在寅握手 然后呢,给媒体拍照 但是呢,这个时候金正恩非常非常聪明的有一个举动 就是说,他说那你现在想到这个北方去吗 想到朝鲜去吗 所以呢,金正恩出乎意料的和文在寅一起 拉着文在寅的手 跨过了这个三八线 两人双双站到了朝鲜的一侧 就是说,韩国的领导人第一次 以这么特殊的方式 然后跨越三八线 到了朝鲜的一侧 然后呢,两个人又站在朝鲜的一侧 转向这个韩国媒体 给韩国媒体以及全世界媒体拍照 这个时候呢,各位可以注意到 这个视频里面这些 就是怎么讲,就是全世界的媒体吧 然后在场的一些可能工作人员 都爆发出了这个热烈的掌声 就是对金正恩这个比较 出乎意料的这个反应吧 爆以这个热烈的掌声 回应他的这个热情 好,这个时候呢 这个细节还没有结束 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说,当双方的领导人 在朝鲜这个 站在这个朝鲜的方面 然后呢,双方这个媒体 他们拍完照之后呢 又要跨越三八线 到韩国这一侧的时候呢 这个文在寅是一脚 跨过那个三八线的那一条 这个介石,然后踩到了韩国的土地上 但是呢,金正恩呢 是一脚踩在了那个三八线的那个介石上 然后呢,再走到这个韩国的这一面 那这一条呢,我们怎么去解读呢 其实好像金正恩自己说法 就是说,其实这个分界线啊 其实很矮 然后呢,很容易跨过去 就是踩的人多了呢 跨的人多了呢,也就不存在了 意思就是说 像韩国方面呢 表示出一个非常非常友好的态度 让这个文在寅呢 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 好,分享完前面这个细节之后呢 我想再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细节 就是说,双方在这个会谈的时候 金正恩也会特别自信或者特别幽默的来和文在寅开一些玩笑 比如说,这个我们注意到有一条 就是说,金正恩呢 在和文在寅会谈的时候呢 就开玩笑说 我听说我们做核试验的时候 然后呢,经常会吵到你 让你特别早的就起来开这个国家的安保会议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朝鲜之前做过好几次核试验 然后每次做核试验的时候呢 最担心的就是韩国 所以韩国的这个总统呢 还有安保方面的人员呢 可能会在这个核试验之后呢 紧急召开这个安保会议来 这个商讨这个应对的方案 金正恩呢,拿这一条作为这个幽默 作为调侃 就是说,我听说我们做核试验 然后就特别麻烦您特别早起来开会 然后来这个调侃 或者说来幽默一下 然后他还向文在寅保证说 他说我保证我们以后再也不会在这个早上打扰您休息 然后呢,意思就是说可能再也不会在早上 来进行核试验来影响这个韩国的这个官员和老百姓的一些休息 然后呢,文在寅可能听到这句话 也特别的欣慰 还有一个这个细节我们注意到 就是说,金正恩在和文在寅会谈完之后呢 还特别走出来和这个等候在场外的这些新闻媒体啊 见面啊,拍照啊 然后可能与他们有一个稍微简短的交流 这些细节呢,都完完全全显示出这个金正恩和我们之前从媒体上得到信息或者说揣测出来的这个人物呢 完完全就不一样 他可能是非常阳光 非常自信 然后情商非常非常高 然后也知道如何去带人街舞 也知道如何去和媒体打交道 以及以怎么样的方式来赢得这个外交上的一些胜利吧 还有就是说,我们明显能感觉到 虽然金正恩和文在寅作为双方的这个最高领导人来打破之前的这些隔阂 来两个人见面会谈 但是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只有金正恩才是这个会谈的主角 文在寅呢,可能只是像一个配角演员一样 在配合金正恩的这个表演 让我们认识到一个非常正面 非常积极 或者说非常友好的一个金正恩 讲完这个金正恩和这个文在寅见面的细节之后呢 我们不禁要问 那这一次这个朝韩双方的最高领导人见面 到底会带来一些哪些实质性的进展呢 或者说朝鲜真的会放弃他们的核武器吗 我觉得答案是否定的 其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 在2000年的时候呢 这个当时的韩国总统就是金大中 到了朝鲜和朝鲜的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就是金正恩 也就是金正恩的父亲见面了 以及呢 2007年的时候呢 朝鲜的这个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还和这个当时的韩国总统陆武炫也见面了 在这两次会面之后呢 其实双方可能只是探讨了一些比如说经济援助 以及这个朝韩双方这个离散家属的见面 并没有真正的这个谈到或者签署一些和平条约 以至于在此之后呢 这个朝鲜不断的研究核武器 然后不断的发展核武器 然后呢 还有做了很多核武器的实验 所以呢 我觉得这次见面呢 虽然双方都很热闹 然后呢 很期待这个双方的电脑人 可以有一些 怎么讲 就是更实质性的这个交流的内容 但是我觉得朝鲜 不太可能会放弃核武器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我觉得有好几条 比如说我们来先说一下 就是说我觉得首先我个人认为 朝鲜拥有核武器 不仅仅是为了要去打谁 而是一个保卫自己 或者说一个谈判的筹码 因为这个道理都很明确 如果朝鲜没有核武器的话 他们可能就会像比如说那个利比亚的卡扎菲一样 或者像这个伊拉克的这个萨达姆一样 都通通的 要不就被美军给炸死了 要不就这个被美国给推翻了 这个政权 所以呢 朝鲜很明白 就是说他不可能轻易的放弃核武器 让这个他的敌对势力来把他给推翻掉 还有就是说他虽然可能不太想去这个主动去公用核武器攻击其他人 但是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说这个朝鲜拥有了核武器是很好的一个谈判的筹码 就是说如果要这个谈判的话 你手里没有筹码 肯定是别人不愿意跟你谈 或者是说你根本拿不到任何实质性的利益 就说你手里一定要握有这个很重要的筹码 其他方面才会愿意跟你谈 比如说美国 比如说日本 比如说韩国 才会愿意来大家平起平坐 坐在一张谈判桌上来谈这个将来的一些和平相关的一些事宜 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可能这个朝鲜比我们都要明白 所以他不可能轻易的放弃核武器 还有一个这个原因呢 我觉得就是说 虽然这次这个双方的领导人会面就是很高规格的接待 但是呢金正恩我觉得对韩国还是有很强的戒心 我觉得可能从一些细节方面也可以看出来 比如说我们可以注意到 在这个金正恩进入这个朝鲜的这个朝韩的分界线 然后穿过分界线 然后进入这个韩国的时候 他在那个留言的本上要签字 他当时签字的时候呢 并没有使用这个韩方留在桌子上的这个签字笔 而是从他妹妹手中 就是他有个妹妹叫金宇正 对吧 一直陪在他身边 从他妹妹手中 接过了那个签字笔 然后在那个留言本上签名 我觉得这个也是防范 做一个安全的考虑吧 还有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每次金正恩的这个奔驰车 出现在这个电视直播画面中的时候 这个奔驰车周围 一直有大概十几二十个人跟着这个车跑 然后作为现场的一个正式非常壮观的一个安保 都是就是在保卫这个金正恩的安全 所以我觉得他对这一次会面的这个戒心还是非常重的 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的来放下戒备来真正的和韩国去怎么讲就是做一个深入的交流吧 就是可能所有的内容呢还是仅仅只停留在一些援助啊 还有这个双方扩大金帽网来上面 各位小伙伴 刚才呢就是和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关于这次朝韩最高领导人的一些会晤的情况 我在这边再和大家这个重复一下 这个我的观点 第一个观点就是说 金正恩远远比我们想的要可爱 比我们想的要幽默 他并不像我们想象中 或者是说我们之前接触的那样冷漠无情或者冷血 还有一个就是想说的就是说 我觉得朝鲜应该不会放弃自己的核武器 或者说不会完全放弃 他可能在朝韩这次最高领导人见面之后呢 可能就是不太会着急继续做核实验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并不会完全放弃自己的核武器 因为他还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因为他还要需要有一些国际谈判的一些筹码 以及他好不容易这么研制出来的核武器 也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就放弃 因为还有来自美国的一些安全的威胁 好 最后想说的其实就是说 因为有消息出来 就是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也会在很快的这个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呢 可能会和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唐川普见面 所以我也特别期待这个美国的这个唐老板和这个朝鲜的经文员长 然后双方见面 我想知道他们谈的这个内容 然后呢 我想知道他们见面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到时候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我看到的一些细节 然后呢 关于这个朝鲜还有美国的一些有关的情况 那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我希望各位小伙伴 如果对这个视频或者说我们讲的这个内容 有什么想说的话 也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各位小伙伴拜拜 晚安